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如何通过我们这个CV2来下载图片,对吧 并且我们还实现了一个批处理的这个方式,对吧 好,这一课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CV2的这个封装的这个函数 好,现在我们开始 在这一课啊,我们主要是了解CV2的这些实力啊 它包括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get的方式 对吧,我们用来下载文件也好 抓取资料也好,获取接口数据也好 对吧,我们有get的方式,也有post的方式,对吧 而post呢,主要是为了传输数据主动post的过去,对吧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basicops 就是有些接口,它是需要用户名密码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CV2里面,我们就可以指定用户名跟密码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访问到了,对吧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在程序里面设置host的方式 因为假如有时候我们通过域名访问的话,可能涉及到DNS解析 还有其他的网络原因,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慢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直接host的话 可以从 大概可以从5秒到0.7秒 0.5秒的样子吧 提高了将近快10倍的样子 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亲身体验啊 以前在项目里面体验过的 好 来,我们 我们就来看事例啊 直接从代码事例面来,我们来了解这几个方法的 这个封装 好 首先我们来看get的方法 get的方法的话,是我们的这个down方法 也算一个啊 down方法就跟我们刚才的 就是我们刚才的封装的那个函数一样的 看,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函数吧 对吧 执行我们的 初始化CURL,设置参数 然后执行 然后返回 看有没有错误 有错误的话返回错误 没错误的话返回数据 这是我们上一刻已经分析过的这个事例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分析 然后我们看我们这个get的方法 好吧 这get的方法 直接就是指定get去获取我们的这个数据 对吧 你看,初始化我们的CURL 然后设置URL地址 设置head头 然后设置我们的这个数据 是直接保存到变量名里面 还是说直接输出 然后执行我们的CURL 紧接着就通过CURL close方法 关闭我们的这个CURL居柄 对吧 然后如果有结果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返回 如果没有 我们就返回Force 是吧 然后整个我们这个 我把它封装成了一个CURL类 然后我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只要 直接调用我们进他类的方法 就OK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get方法 来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post方法的封装 好 我们post方法 接受三个参数 一个是URL地址 第二个是post field 就是体教的数据 对吧 第三个 是不是代理 好 我们看前面这两个变量 一个是代理 一个是浏览器的这个 版本啊 名字 对吧 这个这么一个变量存储 然后通过我们的CURL因例子 初始化我们的CURL居柄 而如果我们这个传过来的 这个代理参数不会空 那我们的CURL就要设置代理了 对吧 还紧接着就设置我们要访问的 这个URL地址 然后 看我们就把这个CURL的这个运行结果 转化成字符串 而不是自己直接输出了 对吧 这是我们在很多函数里面我们见过的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里 如果传进来的这个 我们要传输的这个数据不为空的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设置我们这个 启用我们的post的方式提交了 对吧 并且我们要指定我们提交数据的这个字段 也就是我们这个post field 直接把它传过去 这是以post的方法开启提交 主要是通过设置这两个参数 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这个post的方法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设置我们的这个超市时间了 对吧 我们这里还可以设置我们的这个端口 以及我们这个浏览器代理 对吧 然后在这里 我们还设置了我们这个head头 你看我们的头信息 然后紧接着就是直信我们的cure 对吧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获取我们的这个返回信息的这个特性 通过我们这个cure下回线 get in for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对吧 获取到之后 如果这个信息里面包含4.5错误 那一般就是我们这个代理出错了 所以我们只要针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判断 当然在这里 我们可能也需要设置我们的这个 arrow 对吧 你看 我们这样就是cure arrow ch 对吧 如果运行出错的话 我们的arrow就会有 有信息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看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返回了我们的这个数据 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关闭我们的cure 对吧 其实我们这里是 第二用我们cure close方法 关闭掉 然后再返回我们的这个数据 这样是有好处的 看我们的这个post的方法 跟我们的get的方法 唯一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到这里 第一 我们开启了它的是post的提交 对吧 第二 我们设置了这个post的数据 然后第三 我们这个超市时间 可能设的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其他几个属性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get的方法里面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设置的 所以 我们的post的方法非常简单 好 来我们来看我们这个basic os就是基本授权的这个访问 首先我们 看这个 参数 第一个是url地址 第二个是售求的这个用户名 密码啊 然后超市时间 对吧 然后我们 这里我们就设计了我们这个浏览器代理的这个变量 然后 初实化我们的curl剧品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设置我们的curl 访问地址 变量是直接 结果是以变量的形式 存储 还是说直接在网页端输出 对吧 开到头 然后我们看 我们 因为要认证嘛 对吧 我们就设置了我们这个认证的方式 是我们这个basic os 就是这个os basic方式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设置了我们的用户名 密码 key password 对吧 然后设置了我们的这个超市时间 设置了我们这个浏览器代理 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header头信息 对吧 然后执行我们的这个curl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信息 这两行信息都带过去 我们的用户名密码是多少 然后是这个os basic认证方式访问 那如果用户名密码对了 他就能访问到这个url地址的啊 他就能成功访问到里面的内容 如果不对的话 肯定是获取不到的 对吧 然后看 我们这里 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 通过我们的这个curl这个特性信息里面的 这个httcode 看是500还是404 然后就报错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关闭我们这个巨饼 然后返回我们执行的这个数据 看我们经典之处在于这两行 首先设置我们的这个认证的这个htt认证的这个方式 对吧 然后设置我们的用户名跟密码 如果这两行少了 就跟我们的这个get的方法是类似的 对吧 就直接 类似的直接访问我们的这个url地址 一样的 好 认识的方法 一般用在哪些地方 就是有些跟第三方合作的时候 人家要求我们这个httpbasic认证 他直接就给你提供用户名跟密码 才能访问我们这个接口历史 那这个时候 这也是非常有用的 在我以前做过的一些项目中 有两个地方用到这个这种方法 第一种是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上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个大号 拥有很多权限 所以他要认证完之后才能操作 对吧 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安全措施嘛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有一个短信支付的时候 我们用到这个方法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指定host的方式 那本来我要访问这个网址的 然后我通过我的这个改变 我把这个URL地址解析了一下 然后或者他的把它的域名 换成我们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设置了这个URL地址 那这个URL地址 其实我们是这个IP下面的这个地址了 对吧 然后head头 变量是不是输出 还是存储到 结果是不是输出 还是存储到变量里面 对吧 然后紧接着 我们在设置我们这个head头的时候 我们写了这个host 就是我们这个域名 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行 就设置我们head头的时候 设置了我们这个host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URL地址 换成我们这个IP的方式 那这样我们就实在程序里面 就实现了我们这个host 当时 这个我之前在实际上中也用过 我因为我们要往某个机房 南方的机房往北方的机房 推数据 我们还没有专线 反正当时就是通过域名访问 各种 一天下来 数据传不完 就那么几千万家数据还传不完 所以 后来才想到 指定host 立马就传完了 速度要快很多 对吧 这个整个这个CURL内 就是我的这个 日常要使用到的 我基本上就是使用这里面的这个封装 而我们看都是进展方法 我们要用的话 就是直接CURL get对吧 当然这个URL不能少 然后是URL post 然后第一个是URL 对吧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data 可能就传一个假如说 nin是 一 类似于这种 我们就能传进 传过去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调用 好吧 CURL 假如我们指定一个 这是乱指 假如是 my.edu.com 对吧 其实我们的CURL 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 PHP模拟用户登录邮箱之类的 对吧 它其实的流程是这么回事 第一 我们在的 我们的这个登录页面 这种登录页面来大多数没有这个验证码 有验证码的话 我们就要通过技术来识别了 对吧 我们有这么几个步骤 我们直接写到这里啊 第一个 首先它是模拟post的 就是提交我们的用户名 对吧 跟密码到邮箱登录页 然后提交完之后呢 我们注意要保存它返回的 这个 cookie信息到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第二步 我们再去访问它里面的页面 也就是我们打开里面的这个接口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带上我们第一步的这个柜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访问第二步的时候呢 就 这是一个 一个程序在门里面 依次往下执行啊 不是两个文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服务器端已经有section 对吧 然后它的认证甚至来都在我们的这个cookie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通过了服务器的认证 我们就能操作一些接口 一些页面了 对吧 而我们的这个 而我们的这个操作 假如说我们是读取信件 假如收件商嘛 对吧 那其实收件商 它对应的就是一个URL地址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我们的cookie 去访问我们这个 URL这个读取收件商的这个 对吧 收件的这个 这个 URL地址 那就能把对应的这个 未读邮件都拿到呀 那拿到之后呢 我们那就把这个 反馈的数据做一下解析 我们就能模拟邮箱登录 并且 我们可以获取到未读邮件了 对吧 所以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这么一个过程 而至于我们如何保存 我们这个cookie信息 我们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 setopt 然后设置它的一个参数 就OK了 好吧 好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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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